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這個信息是什麼呢 就是讓我們去反省我們以往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都會試過 有沒有試過悔不當初 有時候早知今日就不要這樣 在這幅圖畫大家認不認識 這個是誰 尼克遜總統 尼克遜總統是美國有史尼 第一個總統 暫時來說是唯一一個需要辭職的 因為一直被人控訴 一直被人控訴 是有找到清楚的證據 證明他真是犯法 這個水門事件結果就是要下台的 就見了副總統福特就可以成為總統 如果你是尼克遜總統 你會不會覺得很醜怪 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如果早知有一天真的被人揭發 為何會這麼多人 他明知道犯法是會有不良後果 有破壞性 為何他依然會犯法呢 是因為他覺得可以走法律 沒有人知道 他以為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 誰知有一次被人捉到其中一個為他工作的人 捉到之後 就將這件事揭發出來 這個真是說 其實我們以為沒有人看得到 所以說什麼呢 所有隱秘的事都要顯露出來 所以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隱藏到的 在香港也試過很多次 這個群體風波 攝影的群體風波 很可惜就是有些基督徒 甚至有傳道人都被人捉過 這些我們看得到 我們就說真是修家 影響別人以為基督徒是這樣 但基督徒有很多種程度 有些是掛名基督徒 甚至有些掛名傳道人 這些人並不代表耶穌 亦都有些可能他是有信耶穌 不過他信得很弱 給罪惡勝負 所以就會有這些事情 當發生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他都會說悔不當初 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在倫敦其實是被美國曾經是 即是說要彈劾的 他曾經有幾次的婚外情 即是不止一次的 這個其中一次的 即是另外一個的 是被人 即是很多人追查他 是知道他有這些 這樣的婚外情的 所以他曾經也都被人彈劾的 但他就沒有引起 以致要辭職 但其實已經是幾臭怪了 總統也被彈劾 你想想 即是你想像 校長要被彈劾 牧師要被彈劾 真是很醜 還是國家的元首被彈劾 香港 我想大家聽新聞都看過了 唐英年的事 我說這些並不是一個個人的攻擊 只是說 就是人就會做錯 做錯的就要小心 他是有2,400平方尺的地下 是有什麼 有喝酒室 影院 日式浴室 好色的感受 他最初解釋 我挖深了 用來儲物 挖深了 用來儲物 但是2,400平方尺 比他樓上高的建築物這麼大 這個肯定不是無意 也不是他不知道的 是他知道的 一定是他知道 沒有理由 樓下有2,400呎 他不知道 而很明顯 這個設計是一個 就是 很明顯 他在裡面 也都是 參與在其中的 但這個只是說 我其實 想說 就是人人都會做錯 不過我們小心 我們不要 以後才突然說 早知如此 悔不當初 不要反悔 而是我一直向前去的時候 求神保守我們的心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發生的 不要以為不可以發生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發生一些事 有大的有小的 有時一次的傷害人 可以造成很大的破裂之類 聖經也有些人物 就是他們做了錯事之後 帶來很大的後果 其中一個就是爾素 他因為他很累很累 他就跟亞國說 請你給點湯喝 亞國又 他心裡就很緊張 有這個長子權 原來亞國是小孩子 但是爾素就不緊張 不緊張 因為長子權 其實也都是承受神的福氣 他就不緊張 他就說 嘿 我就死了 算了算了 現在長子權有什麼意思呢 他就賣了給亞國 賣了給亞國之後 後來他後悔了 他想求他爸爸 去祝福他的時候 他爸爸不能夠把最高的祝福給他 這個是他當時的 他回不了頭了 希薄來書12章16節 我一起讀一下 恐怕有淫亂的 有貪亂世俗如已數的 他人一掩食物版 自己長子的名份賣了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足的福 警備棄絕 雖然豪哭撤求卻得不著門路 使他父親的心意迴轉 這是令人知道呢 這個形容他怎樣 豪哭撤求 爸爸你給我吧 爸爸你得不得給我 豪哭撤求 但是得不著門路 其實很慘 得不到的方法 好想好想 但是得不到的方法 就好像如果你去搭船 一天得一班的 那船走到你 跪在那裡 麻煩你回 麻煩你回 你走到船 我沒有好慘 我走到船 我怕要坐飛機 坐不到飛機 很慘 但是那一船走到你 跪在那裡也沒有用 你豪哭撤求都得不到 這些世上的事 都會有一天得到 你就算加一天得不到 加一個月 加一個禮拜得到 但是神的祝福 有時不一定可以回頭的 有些可以回頭 但是有些可以失去 我會講到 神的謝罪是一定給我們的 當我們真心悔改 不過犯罪一定有罪的後果 而以數就是失去了祝福的機會 即是這個機會 我們不要以為是必然的 祝福不是必然的 就算我用自己個人的例子 假設 假設而已 這個完全假設 有時你聽到 易牧師犯了大罪 他不可以再侍服 你聽到他會不會覺得可惜 他幫到那麼多人 又訓練那麼多人 他現在自己犯罪 那些人又被判到 很可惜 我回不回頭呢 回不到 去到那麼多了 你就去回頭 你不能夠做同樣的事了 你一定是 真是很卑微 很小很小的開始 亦都是真的在生命裡 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那大家想不想這樣呢 我當然知道是不想了 就是我們預防這些 一切任何的事 引致我們失去的機會 他雖然毫鬱折扣 卻得不著門路 使他的父親心意迴轉 最慘最慘得不著門路是甚麼呢 You can't enter heaven unless Jesus enters you 這個說話 你不能夠入到天堂 除非耶穌入了你的裡面 這個是一個Billboard 即是這些大的告示牌 就去告訴人 你不能夠入到天堂 除非耶穌入了你的心裡 就是你沒有耶穌的時候 你切求切求 到最後耶穌回來的時候 你呼求耶穌啊 在這一陣子你救過 當耶穌出現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希望我們當中 是未清楚跟耶穌的關係 一定要切求 真是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而且你行耶穌的力都是 不是等到最後一分鐘我才服侍主 在羅馬的時代 他們也都 即有些人是會太遲 沒有機會了 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節 一起讀下 羅馬的日子怎樣 人之降臨也要怎樣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取 直到羅馬進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貓會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那這裡講到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照常的吃喝嫁取 不知不覺覺得正常生活 忽然間洪水來 他們就死了 耶穌是講什麼呢 耶穌說人子降臨也都是這樣 就是到了人子 耶穌回來的時候 之前的世界是照樣進行的 那些人一樣計劃 明天有婚禮的 一樣計劃 所有的計劃 明天放假去哪裡旅行 這些不是錯的 不過當人如果沒有耶穌 這些就只是世上的東西 那些人就以為有世上的東西 就一起但其實不是的 世上是很短暫 人主要捉住這些世上一切 但是因為有得吃有得住有得玩 有得眼看到的東西 但這些東西其實都是過去的 你吃了又去哪裡呢 就已經死了假的 你用的東西又過去了 你曾經那些錢 即是即是即是有很多錢 不過你每天都要用 用了之後又是回頭 都是差不多那麼多錢 都是要過去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主的身上 就永遠存留 那希望大家不是說 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才太遲 但是很多人就說 慢慢來啦 行了行了 到時就行了 這幅圖畫就畫到 在洪水的時候 可以扯住石頭一陣 但是當水再高的時候 沒有人再扯住 你游水可以游一陣 但你不能游一個月 沒有人可以游水游一個月 在水裡面一定不會死的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人是沒有任何的機會 求神幫助我們 觸實耶穌 並且觸實機會去服侍主 來猶大出賣耶穌 他都後悔的 其實他可以求神律 赦免他的 但是他當時沒有 觸實這個機會 他只是用自己的方法 馬太二十七章三節 這時候 賣耶穌的猶大 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 就後悔 把那三十塊錢 拿回來給祭司掌和掌路說 我賣了無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們說那 與我們有什麼相干 你自己成當吧 猶大就把那錢 丟在電裡出去吊死了 真是很淒涼的後果 很淒涼 而且耶穌一早說了 馬太二十四章二十四節 但是賣人子的人有罔了 哪人不生在世上賭好 耶穌的教導 他說了兩件事 就是多得到教導 多得到恩典的人 他的審判是更加強的 當猶大去到地獄的時候 他受的苦是不同 普通人受的苦 因為他是領袖很大 他看到耶穌所行的神跡 他看到耶穌如何改變人 他自己也曾經被耶穌的 話語所影響 耶穌的工作所影響 但是他最後會出賣耶穌 其實是很離譜的 他出賣耶穌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罪 但是他當時肯拔著耶穌 他求神去赦免他 他一樣可以得救的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就是吊死 其實有些人都會 他犯了罪 一個例子 例如一個女生 一直回到教會 的人 忽然大了肚 但是他又沒有結婚 哇 那個人 你現在看到他 什麼事 大了肚 他可能不敢回教會 他覺得 教會不能再接進去 他會覺得很難接受 他看到人的眼光 他很難接受 他會 想自殺都未定 他會覺得很醜 這個就是一個最不好的後果 其實我們基督徒都學了 一件事 就是你見到一個基督徒犯了大罪 不要覺得這麼驚訝 而是你會去憐憫他 但是多數基督徒看到 怎麼搞的 這個女生 哎呀 大了肚 哎呀 都沒有結婚 怎麼會這樣 有沒有益處呢 是沒有的 但是人的本性 就不是去想 怎麼祝福人的 人的本性 就喜歡 用手指指人的 有一本書叫 《末日決戰》 大家可以上網 免費下載 這本書是講到在末日的時候 他形容得很好 他講到一個異象 他講到他見到在末後的時候 他有很多 基督徒是怎樣的呢 很多基督徒都在爭戰 不過有些基督徒爭戰是用什麼方法呢 他們是 其實手有很多傷的 還有魔鬼背在他的背上 就魔鬼在那裡噴 噴一些的液體出來 就是一些攻擊 攻擊人 攻擊人 壞人 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跟著那個人被打了之後 他們就走過去踩他 你看你跌倒 你看你多沒用 你不聽神的話 這樣跌倒 即他未跌倒就會攻擊他 跌倒之後 跟著就會指控他 這些其實都是基督徒 應該有很多人 人的人性 即是說 信耶穌之後 我們不是信耶穌 是被神去改人性 但是有時候你說 那為什麼他不先改呢 這個東西 他負責 我改我自己 我不要管別人 當我們不改我自己 我的生命破壞 在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看到神如何祝福我 可以隨時經歷神 一祈禱 我立即是起落 立即想耶穌 本有起落和能力 是隨時隨地 我經常想 真是好真是好 好到不得了 又看著那些人 祈禱 立即經歷到神的作為 我真是好到不得了 我心裡很感謝 很感激 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珍惜 我的生命沒有浪費了 所以我就很小心 和很徹底地 儘量去處理生命 任何的意念 我知道 如果我生氣誰 受傷的是誰 是自己 我對人不好 受傷的是誰 是自己 但是世人就不是 世人就覺得 大聲鼓是贏的 大聲鼓是贏的 大聲鼓是輸的 我們一起說 大聲鼓是輸的 罵人鼓是輸的 但是世人就想到 罵人鼓是贏的 但是其實 沒有用的 這個是用 以惡食惡 是吧 但是反而這樣的時候 是失敗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被魔鬼留地墓 可以由大 他經歷這麼多 但是他居然會被魔鬼留地墓 他受的懲罰是很重的 如果我們知道耶穌 而是故意犯罪 受的懲罰更大 所以我們不要像 猶大耶穌說 那人不生就是世人道 真的這句話很重 但是猶大聽到 你應該醒了 耶穌說 你們中間有人邁我 猶大也問了 是不是我 是他 你出去做 你要做的事 還有說 那人不生就是世人道 他居然一樣照出去 他心裏被魔鬼迷惑了 他被一些不好的事迷惑了 罪的意念 和被魔鬼迷惑了 所以我們知道真的 犯罪一定不好的 有些人說 我犯小罪 又犯大罪 我犯小罪不要緊的 我只是生人氣 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千萬 這個就是魔鬼的欺騙 任何小罪都有破壞性 就是你小小不喜歡的人 你看到他都不舒服 你覺得不舒服 不鬆的 是不是 不喜樂 你已經失去了很多 你不能夠開心 已經失去了很多 你看到他又不敢和他講話 或者不想和他講話 已經又失去了很多 你和神又會有距離 那些不喜歡 已經是會影響的 所以我們 全放了 心裏面的 所有的不好的事 全放了 何必拔著呢 何必拔著呢 人的問題 我都要背著他 這個代表 這個人的重疊 他背著呢 我為何要背著呢 因為我要多加幾十磅 應該加到一百斤在我身上 他的煩惱 我為他祈禱 幫助他 我就不要背著他的重疊 他的問題 我們求主幫他 但不要說奏了他 就是我們求主祝福他 讓他全然的慶惱 好了 這些呢 如絕的童女 亦都是老妻糧文 又是好似以掃 好想得到門路 但得不到 他被拒絕在天門外 他在敲門 但是沒有用的 馬太二五章十一節 其餘的童女 隨後有來 來聊一齊 說主啊 主啊給我們開門 向他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那日子那事實 你會不知道 要警醒 有一天 有些人說 耶穌說我已經去教堂很多年了 我奉獻了很多錢了 我在教堂做執事 我教堂有傳道的 我應該可以進去的 但耶穌說你只是說 口說 但你的生命沒有 你跟他沒有關係 你不能進去 當你一聽到這個消息 嘩 臉都青了 你有沒有試過 學校宣布 你讀書的時候 學校宣布 你是被罰的名單 我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我在小學 是經常都考前 考得最前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幾天 忽然間好像失憶 你那些功課 經常都忘記了 最後老師 叫我站起來 叫我站起來 哇 整個人暈暈了 因為從來沒有試過這樣 因為呢 那個禮拜都不知道 為什麼失業 明不明白 講一些功課 沒有做到 這個是小羞辱 但去到天堂的時候 不能進去 是很淒涼 所以我們一定要關心 我們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罪未處理 有沒有些罪控制我們 有沒有些煩惱 有些憎恨 有些埋怨 控制我們 還有我們有沒有行神的路 因為聖經講到 我們也要搞仗的 聖經講到 上天堂 是信耶穌上天堂 不過信耶穌一定是 會使用我們的恩賜 發揮我們的恩賜 沒有使用的時候 也都是 有一天要面對審判的 沒有給主使用的恩賜 都要哀哭徹辭 馬太二十五章二十五節一起讀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裡 請看 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二十七節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 兌換銀錢的人 到我來的時候 可以聯本帶利 收回 三十節 反正無用的僕人 丟在外面 黑暗履罪 那裡必要哀哭徹齒 這個人 他有收到那些 主人給他那些錢財 那些恩賜 他是應該用的 但他沒有用埋藏 他可以服侍主 但他沒有做到 埋藏在地裡 這個人不可以進入天國 有些人選這個經文 他就說這個不是地獄 因為他是屬於耶穌的 但聖經很清楚說到 法帝七章二十一節 到二十三節 凡精光我主啊主啊 兵人不能都盡天國 有些人在教會 還有有祈禱的 主啊主啊 不是個個都能進入天堂的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盡量 因為到那裡有很多人說 我奉你名傳道 奉你名趕跪 奉你名行去都義能 但耶穌說我從來認識 從來不認識你們 有些人他真的 他是說信耶穌 但是他沒有發揮他的恩賜 他沒有跟耶穌有關係 所以發揮我們的恩賜 給主使用 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 所以耶穌說 你們當負我握 學我的樣子 就是負耶穌的握 學耶穌的生命 有耶穌的生命 然後負耶穌握 做耶穌所吩咐的 你們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就能夠有最深層的平安了 你想有深層的平安 你就放下所有煩惱 跟耶穌 服侍耶穌 神就大大祝福你 但不是靠這些得救 得救依然是信靠耶穌 是禮物來的 不是賺回來 但當你真信耶穌 你就會服侍主了 所以在這個課程 我們鼓勵大家 是個個都可以用 你不要以為你不行 你可以可以的 其實我們一些服侍的人 都是被人職望了 跟隨他服侍 其他人的 你是可以個個都服侍主 但是你的心是想服侍主 有些人就怎樣 只是想服侍 比如釋放 釋放完 拜拜 他拜拜不要緊 他去服侍主是OK的 我不一定要你在這裏 因為我 我不是神 我不能夠掌管你去哪裏服侍 你去哪裏服侍 我是很歡迎的 很歡喜的 但如果他沒有去處理生命 又沒有發揮 只是說得釋放了 那我就完了 我就不做了 他就沒有做好他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得釋放 你就說我要學習怎樣服侍 學習怎樣幫人 怎樣提升 所有服侍的 我們都訓練在這裏 逐樣逐樣會訓練的 會粗練的 一會我們都會有粗練的時間 所以其實 沒有服侍主的 都要向神交代 一起講 沒有服侍主的 都要向神交代 如果完全沒有使用的恩賜 就是無用的仆人 完全沒有使用的恩賜 就是無用的仆人 無用的仆人 外面黑暗雷必要怎樣 哀哭切齒 在地獄裏面 哀哭切齒 咬牙切齒 咬牙切齒出不出來 都出不回來 地獄是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 好像地獄是永遠出不回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總是去找機會祝福人 那你說 我不是傳到人 你只是去 關心安慰為他逃過 神就喜悅的了 你可以做到的你就做 關心人 你經歷聖靈 你知道為人祈禱 神就會使用你的 你就處理生命 我希望這裡 每個人 將來都能夠為人服侍祈禱 你想的你就報名 我們就會叫你寫一些 生命的見證 怎樣處理生命 跟著呢 還有為你祈禱 發覺你裡面 已經是見證了 那你就可以 開始為人祈禱了 我希望這麼多人 想不想啊 大家想不想啊 這是一個很多人都能夠 進入的服侍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人未必懂得 講道教導 輔導未必懂 但是外人其他簡單很多 是個個都可以學習的 個個都可以進入 有多少人想啊 舉手看看 有多少人想的 可以進入到這種服侍的 希望你接受訓練 你一定會提升到 不要以為不行 你有沒有這麼久都被釋放 不要緊的 一定可以的 一步步一定可以的 只要你每日多親近神 處理生命 所有不好的東西處理 有時親近神 有神的同序 自然就會清理所有的東西 我們既然這麼多問題 就先講到 我們可以 好像狼牙方舟那時候被拒絕 可以完全沒有結出果子 可以被神追討 但是我們 知道我們的神 其實是 祂不是好像 經常去找你的不好 是你誰先看 你誰要 覺得悔不當初 神不是這樣的 神是永遠想 拔回我們轉頭的 路加十九章十節 人子來 唯要尋找拯救失散的人 有一篇經文 大家一起讀 祂找你的 救回你的職業 一來救回你的 這個不單止是講到未信的人 祂會拯救 找每一個去拯救回你的 軟弱的人 祂都會去找回你的 還有主不斷叩門 這個叩門 不是只講到未信的 這封信 是寫給基徒的 寫給教會的 所以這個不是寫給 說到未信 未信的人 神會叩門 但是信的人 耶穌都會拯門 讓祂作主 讓祂使用你的生命 啟示道三一二十節 我站在門外拯門 若有聽見我的聲音 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願他 他願我一同作成 神一直敲門 你聽到的感動 你讓我做主 讓我改變你 讓我使用你 你裏面聽到的聲音 你要回應 不要抗拒神的聲音 在中國古代 聖子道 那些人就會 跪下 跪下 當神的指來道 那些人 是不是會這樣 未必 有很多人 不聽話 神說了要做 但是很多人不聽話 那求主幫助我們 聖子道 神的聖子道 我們就要聽話 我就要 真是神 我回應你 而神就和你一起吃飯 其實耶穌一起是最好的 很多人對耶穌 只有一種抗拒 我希望大家 拿出所有抗拒 在我自從經歷聖靈 1997 98 每一次祈禱 哇 神的平安來到 我真的很感受到 神就是很好的 神是喜樂的 我很多次 我問 是不是我心裡 會喜樂呢 那我就說 不要想喜樂 我只想耶穌 耶穌的喜樂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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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喜樂就湧出來 不是 我叫自己 不要打算喜樂 打算耶穌喜樂就來 神就充滿喜樂 充滿平安 充滿能力 所以我很喜歡 神和你一起 神和我們一起 神在你裡面 自然整個人 就會妥 而聖靈不斷 為我們祈禱 和為感動我們 俄馬書八章又六節 方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枕人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 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提醒我們討告 祂不斷去為我們討告 祂時常幫助我們 祂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到了這個嘆息 就是說 祂在天上為我們祈禱 然後在嘆息呢 因為祂在我們心中 祈禱以後 嘆息了 我們感受聖靈的感動 在天上那裡 那些感動 還是在心中呢 其實我們時時會感受到 聖靈的感動在心中 當我們犯罪 會覺得憂傷 當我們得罪神的時候 會後悔的 當我們做神的功 我們會喜樂的 就是聖靈在不斷 我們討告祂的感覺 傳遞出來的 祂在我們心中為我們祈禱 是很親密的 祂一直為你祈禱 所以每一次你感受到聖靈 在你裏面祈禱的時候感受到聖靈 你就多謝神 神啊 祂在為我祈禱 你在感動我 你現在為我 有這麽深刻的感覺 你就在心裏面 感謝神 就是神在不斷拉我們回頭的 不斷提我們 千萬不要 將來悔不當初 還有神不斷服事我們 祂祝福我們 好了 我想說的是真的 因為很多人就會說 我悔過就可以了 悔過耶穌會赦免 你真心悔過是 有些人不是真心悔過 真心悔過耶穌會赦免 不過犯罪有罪的後果 我 有幫助 其實不是直接幫助的人 應該說幫助一個受影響的人 就是有一個男性 她曾經跟女性有性的關係 那 她又追逮過 那這個女生 就是她家人幫助她 我們就嘗試去輔導 而那個男生 你會說什麼話呢 她說 我向耶穌認罪就行了 我需要向教會交代 我需要向牧師交代 牧師需要跟我說 這個是很不合真理的 當人犯罪的時候 她是要面對的 不是只有我跟耶穌認罪就行了 我自己搞定 那大家都不用跟我說 這個不是聖經的原則 聖經是有講到 當人犯罪的時候 周圍的弟姊妹見到 是需要勸勉她的 需要跟她說的 波羅多前書也說到 有人犯罪的時候 她教會是需要處理的 即是公開的罪 一定要公開處理 有得罪人 一定要 要跟那個人一起去處理 並且是要 不只是悔改 是要怎樣補償 當這個人 跟一個女性有性關係的時候 她是 沒有理由跟那個人分開 因為已經跟她成為一體 她又追第二個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混亂的情況 但這個人會覺得 我認罪沒有後果 但其實是 一定有後果 罪是一定有罪的後果 罪會影響什麼呢 一起讀一下 人際關係 與神關係 自己內心和生命 犯罪一定會影響她 與神的關係 與她內心世界 譬如你得罪了人 是不是要修補 你不能夠說 我求耶穌四面 我不用修補 我們都要向人認錯 以及都要處理 譬如你傷害了人的內心 你要幫助他得到醫治 得到釋放 你不只是說我認錯就算了 你要幫助他怎樣得到釋放 我們打爛靈的東西 我們要賠償回 他的損失我們要賠償回 但是呢 那個關係 會不會有裂痕呢 如果我們傷害了一個人的心 會不會有裂痕呢 是會有的 所以它是一個長遠的影響 就算我們認罪 不是代表那件事過去了 以及與神的關係 雖然神會卸臉 但是呢 神的同在是會不同了 這個人犯了罪 那又如何呢 他繼續悔改 悔改跟從神呢 神就會喜悔他 但是如果他又持續 繼續又喜歡犯罪呢 有時候很多驚徒會這樣 犯了罪 求主赦免 又再犯罪 又求主赦免 又犯罪 又求主赦免 因為他不是覺得罪那麼可怕 其實我自己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日子 犯了罪 又求主赦免 又再犯罪 但是現在我知道 犯罪是得罪神 和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我就憎恨那些罪 一有罪 就立刻處理 真的可以處理到的 譬如說 見到一個女性 是很性感的 立刻引起有任何意念 立刻不要看她 立刻處理 在她心中 不要去想 但是呢 那時候我在聖經大學 有個同學稱我 一走過有個女性 她轉過來看 她不覺得錯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她不覺得是錯的 那時候我在神樂園也有 有一個人她請一個女性來 不是她太太來的 是一個女朋友來的 穿三點飾 就在草地那裡 撒太陽 我又不是一定說她 她到底這個代表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過她的生命是怎樣呢 其實她兩個都不明白是結婚的 她這樣是不是好的 就是一個見證 一個問題 就是 很多人都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那這件事呢 其實 罪是一個很大的破壞性 還有她的內心是會受傷害 我自己就試過犯罪 覺得呢 很內疚 不敢祈禱 就是沒有一種親近神的心 所以我就不喜歡這個感覺 真的好 那種心很烏貴 我想大家經歷過 很烏貴 很覺得不想祈禱 覺得不想親近神 而我發覺呢 當我真的走神的路 真的那種心很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一有罪就立即處理 是處理到的 有什麼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有什麼生人 覺得她 我不需要生他 曾經有人對付我 因為我經歷勝利 他們不喜歡 在中派不喜歡的時候 他們對付 但是我的心裡面 起初就會說 神會審判她 但是跟著神給我想 這個是不對的 我就為祈禱神 祝福祂 用祂的方法 祈禱神的路 一想到她 我就祝福祂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 即是 能夠真是搖樹 它 一是體恤它 其實它不明白一切 由得它 還有最會是 破壞人的質素 破壞的質素 當人經常憂傷 這個人會變成什麼質素呢 它的質素 就變成一個憂傷的人 有沒有認識 那些人經常憂傷的 它的質素改變了 其實很慘 這個人 有些人一生都憂傷 經常的質素就變了 有些人口出惡言 裡面是憤怒 它的質素變成憤怒 憤怒的質素很好 容易發脾很好 不好的 它的質素改變 它變得很難 和人有好的關係 也都應安 它的工作和前途 也有些是 前老是很有困難 就是因為它犯罪 即是犯罪 是有不同的影響的 然後犯罪會破壞人生的機會 有些機會破壞了 婚姻破裂了 是很難收復的 即有些人說 離婚就再結婚 這個耶穌教導是不可以的 但有些人依然是這樣 這個耶穌就再破裂了 所以這個 婚姻是很寶貴的 譬如我們人會保守 譬如那個少陸基 你不會隨便扭到地上 你會珍惜那個少陸基 或者你有個寶石 你會很珍惜那個寶石 但是婚姻比這一切更加寶貴 婚姻是更加寶貴 我們更加要珍惜我們所有的人 或者人際的關係是 你破壞了你就可能回不了頭 甚至有些人要坐牢 回不了頭 他回頭做甚麼呢 他能夠做的是很卑微的工作 他做不到起初的工作 人是 我們的機會不是必然有的 所以我們珍惜有機會 現在有的 我們祝神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在斯基十六篇裏說 我經常都祈禱神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可是你持守我的婚姻 持守我的事復 持守我的健康 我能夠祝福那麼多人 持守我的教導 能夠影響那麼多人 神你給我幾長時間 我就有幾長時間去服侍你 還有呢 如果沒有聖靈的果子的時候 最後他是沒有侍奉神 又是又惡又懶的仆人 這首詩我大家都聽過 功上未成我即去服 可能與自見人處 未令人人歸向耶穌 喜可空守回天父 怎麽可以空守回天父呢 受詩歌叫做 幾何空守回天父 就是講到 我們怎麽可以空守回神 即是說這些一切失去的時候 一路犯罪的時候 失去 我們失去了這個機會 侍奉主的時候 我們是空守天耶穌的 機會可以失去 即是說我們可以失去的機會 人善待我們是機會 你有好朋友的機會 當你破壞 我才有人呢 怎麽呢 跟哪個朋友呢 他在網上傳 傳了些 人家傳什麽給他 他又傳給別人 有些就馬說 他又傳給別人 即是他不懂得處理他的生命 即是我才有些人 他將他不開心的 都說給別人聽 經常都是一路講 講很久都是他那些不開心的 那些煩惱 我說我就那麽耐性聽你 但有很多人聽你 聽聽下就會厭煩 想和你聊天 你傳這麽多信息 人家聽得很煩 這是一個 即是人的關係 是一個機會來的 我們要珍惜 即是這機會是可以失去的 還有在神的愛中 是一個機會來的 可以失去的 即是我們現在可以 這麽充滿喜樂 當人在罪中 是可以失去這種的愛的 當然可以回頭 但很難回到原來的地步 是可以 亦都有人可以完全失去的 回到原來的 還有呢 訓練操練都是機會來的 現在這裏有訓練操練的機會 你講信息 我會告訴你怎樣改善 怎樣分享 怎樣輔導 怎樣令敬拜 怎樣為人祈禱 是一個機會來的 神給我這個機會 服侍你 是我的 是神給我恩典 因為我服侍你 神紀念 我又歡喜 我又不是為了神紀念 所以服侍你 我是喜歡服侍人 是因為神給我這個心 我見到人 我就想幫助 我興起 見到人興起 我就會歡喜 但這個機會 不是永遠都有的 我們這樣就是神莫 我們能夠有這個地方 恩光堂是恩典來的 起初得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還在領受著一些方向 當日我還在另一個教會 去崇拜 還在跟那個牧師溝通著 接著完了 這裏被圓獲 不如你問一問這個牧師 我以前沒有跟他講 你都看見不見到他 見到他 接著跟他說 我想做一些訓練課程 在這裏舉行不行 他很快就說 可以考慮 接著他教會通過 就完全通過了 是很容易的事 神給的機會 現在有 但可以失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珍惜這件事 不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有的 我們有的 我們要觸實這個機會 善用這個機會 還有示悟的機會 也不是必然有的 有些牧師 示悟得好 我認識幾個牧師 兩個是中派的領袖 是很大的侍服 但是他因為犯罪 沒有了 總共有三個牧師 我見他是犯罪的 兩個要坐牢 是很可惜 他失去這個機會 他可以拿回頭 但是他拿回頭 不會一樣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 我們珍惜 珍惜 你現在有的 你有什麼呢 你有的家庭 你有的健康 你有的侍服的機會 你有這個操練的機會 你感謝神 我們要觸實 我們一起伸手 神啊 我觸實你給我的應許 我觸實你給我的機會 我不要放手 觸不觸實 觸不觸實 不要放手 你放手了 未必回頭的 譬如有好的朋友 你不要以為 周圍都有好朋友 不是一定的 有時你跟別人交往很久 未必那些人跟你合的 未必一定有人對你好的 有人對你好 你就珍惜 教你了一天 那我們要珍惜 我們要學習了 我們不要悔 不當初怎麼樣 我們要留意 我們有什麼問題 這些問題 就是成為我們後悔的 第一就是和神關係 曾經有一些存在人問我 是什麼呢 我跟神的關係很枯乾 我現在無力 我現在無力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人都可以 跟神關係有問題 有一個存在跟我說 我問他 為何你會無力 他說 因為他看到困難 他說我家庭有困難 我自己有病 我家人有病 即他不是很嚴重的病 但他看到這些問題 我侍奉有沒有果效 當他這樣的時候 他對神就有神的信心 嘩 你試試數算神的一年 嘩 我數不到啊 我覺得很多困難 其實困難中 必有神的幫助 大家想不想到神的幫助 一定有的 一定有神的一念 但是有時候 人就慢慢想這些 人就會枯乾 就會無力量 即是有時候 全人都可以枯乾 這個跟神關係很好 其實很容易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不斷找我們 不斷愛我們 你回應神 那個關係就會加強 所以你就說 神啊 你愛我 我祝神你 你一定會不會離開我的 有些人說 神很遠 我就說 你拔著神 神一定 歡喜的 一定歡喜 你悔改信教主 他就一定歡喜的 一起說 我們悔改信教主 他一定歡喜的 我們跟從他 他一定幫我們的 我們願意侍奉主 神一定給我們力量的 神一定會幫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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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留心 我們的內心 有些什麼情緒煩惱 激氣怒躁 不搖樹 這些全部都要處理 這些垃圾就會 令到我們回到村裡 為什麼 我所說的那些人 為什麼會 悔悔當錯呢 就是因為他 裡面就是有些不靜 唐英年就是 他會想用那些地 所以他心有不靜 他不知道這件事 將來帶來他自己的羞辱 這些都是他當時 他心裏面有一個貪念 他沒有想清楚 很多人的破壞關係 就是因為他沒有想清楚 這件事 他心裏面一直生氣著一個人 他不知道生氣著一個人 最後自己受傷害 你的心現在有沒有人生氣著呢 有沒有人生氣著呢 你就是神啊 你幫我放手 放手 放手 還有我們同人關係 有沒有一些極權 我們有沒有生氣一些人 沒有想娛樂某些人 沒有想祝福某些人 這個就是同人關係 還有有沒有一些罪 是我們沒有處理到的 那有些人很難處理 其實只要你說 深信那一件事 一定有破壞性 你一定不會做的了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你明知道 杯莊是毒藥來的 你會不會喝呢 你不會喝的 如果你譬如想 有一個人想 偷人的東西 但你知道一偷的東西 譬如那些錢 有些方法 有些人去保守的錢 就是 他的袋子 裝了一種的顏料 總之你一抓住那個袋 你的顏料就不行的 在你的身上不會掉的 人家一看 就看到你身上有那些顏料 就可以抓到你的 如果你明知道 你會不會抓 你是不會的 譬如你 當你知道 你得罪人的時候 神在天上就看著的 你就會不會做的 但因為人就覺得 我可以逃避神 我可以走街 所以會犯罪 就是因為覺得 看到色情片的時候 沒有人看得到 只有我一個看到的 但是神是看到的 我們什麼做的事 神都看到了 當你的心 真是深信的時候 你走神那路是最開心的 你又發覺可以有能力 勝過罪的 人的問題 我不需要煩惱 我可以放手的 不處理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留意 我們兩天面有什麼 難助我們的 我們有些什麼 記住我們的 怎樣跟從神 是很簡單的 不難的 是不是很難的 你跟從神 就一定得福 不跟從就有破壞性 就是這麼簡單的 為什麼有些人會悔不当初呢 就是因為他沒有跟從神 這裡有六件事 跟從神很簡單的 就是三對的 第一項 跟救恩有關的 但是我們繼續去做的 一起讀 悔改禮罪 信靠神 愛和救恩 這個就是跟悔改信主 有關的 這是第一個 很容易記得的 第二個就是關係 親近神 愛神一起讀 親近神 愛神 跟神的關係有關的 第三呢 就是行為 張從神 結果字一起讀 張從神 結果字 記不記得了 其實很容易記得過 悔改禮罪 信靠神的愛和救恩 這個是跟救恩有關的 有關的 親近神 愛神 張從神 結果字 我會請大家 請大家 一會兒 我會轉到第二段 大家要講出來 我記得嗎 簡單就是 悔改禮罪 信靠神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遵從神 結果字 這個就是 這麼簡單 其實難不難做呢 當你知道罪是不好的 你悔改禮罪是不難的 繼續拔著耶穌 耶穌救我 耶穌幫我 信靠耶穌 然後呢 就是祈禱了 很多人覺得祈禱 靈修是一種 重達的責任 但是當你想到 是 親近神 每次就有喜樂平安的 一祈禱就有力量的 神和我一起 也會祝福我的 那你就不難了 所以我經常都喜歡祈禱 經常都想著耶穌 一可以 我就一路想著耶穌 我一路搭車 我又想著耶穌 我在洗手間 我又想著耶穌 我一路做別的事 我又想著耶穌 經常都會在這個狀態 你會發覺是享受的 並且你會得力去服侍主的 那你親近神就會 即是 很有動力 好像 很多人會喜歡去玩 我就很有動力去親近神 因為神是真的最好的最好的 你愛神 神一定是大大的愛你的 還有你尊重神 神就喜悅了 結果只會祝福別人 好了 大家記不記得 一起說 悔改你罪 悔改你罪 信靠神 接著呢 愛和救神 愛和救神 親近神 愛神 別看著 別看著 第三就是行為有關的 尊重神 愛神 結果子 再來一個 三個跟救恩有關的是什麼呢 悔改 尊重神 遺改 遺改 尊重神 愛神 愛神 遺改 遺改 尊重神 第一次 第二個層次 是什麼 他是信主 不過信得很軟弱 那基督徒多不多呢 其實很多 第三個層次 就很慘了 有些人去教堂 最後可以在地獄 離開神 不單止不信耶穌 有些話信耶穌 都可以在地獄 即是 所謂基督徒 可以有三個後果 一個是不斷被提升 永不後悔 當然我們有時候 都會做錯一些小事 那就是立刻悔改 立刻刑藏 這樣的時候 這些事 就可以成為過去了 但這個軟弱的人 他會很多後悔 他為什麼後悔呢 哎呀 我和人關係又不好 又煩惱 又沒有事夢主 即他會有很多的煩惱 不開心 其實一個不愛主的基督徒 是辛苦 一個愛主的基督徒 愛主的基督徒 是享受的 信耶穌是享受的 有些人覺得信主是困難的 我認識一些基督徒 是困難的 因為他覺得人生沒有什麼目的 但是當我們有聖靈的能力 我們真的發覺 很有目的 很有方向的 你屬於哪一種呢 你是不是不斷在提升 你是不是想的魚更加好 你不是的時候 你就說神啊 你幫我 你每天拿著耶穌 你就會提升 每天拿著耶穌 所有裡面的垃圾 處理 讓你不會悔不當初 你去到審判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悔不當初 很多人都早知如此 早知道審判是這麼真 我就不要這樣 我就多些 真是愛主 真是親近主 真是侍奉神 所以 最初講到 那些所有的情況 尼克遜總統 或者其他的人民 這些事情 偷拍群底 這些 婚愛情 或者其他的問題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不要覺得 是跟我們很遠的 我們都很多人 可以進入這種後悔的狀態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真是在十年前 神啊 我們願意一路被神提升 一路高飛的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主耶穌幫助我們 哈利利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利亞 哈利利亞 多謝天父 哈利利亞 多謝天父 主耶穌教你念品我們 恩來我們 讓我們一生是沒有後悔的 讓我們一生向前走 是越走越好的 越走越上升的 神你給我們這條路 當我們走這條路上 是必然更加美好 我們路越走越光明 越走越祝福更多人 越走越興灑 永不後悔的 主耶如果我們現在 生命中有些人後悔 求主你結淨我們 求主你結淨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這些污慰 這些後悔 這些跟人的關係的問題 任何的罪都處理到 讓我們不會被這些東西踢實 不被這些拖累 不會再受煩 痛苦憂愁之中 求神你的愛 安慰我們的心 讓我們知道 我們被神所尋找 耶穌在尋找我們 耶穌在門外叩門 祂說 你不要悔不當初 你現在向前去 你跟從我 你的道路就必定變得光輝 你走神的路 你的生命必定被提升 主耶穌靠你 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你大大發揮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動力 願意被訓練 願意操練去服侍你 主耶穌 我們能夠服侍你 是福氣來的 當我們有心服侍你的時候 你就常與我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福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的大恩 Hallelujah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你的大愛 多謝你和我們一起 多謝你給我們很多機會 我們祝福這些機會 我們珍惜這些機會 我們珍惜神給我們一切 Hallelujah 我們又知道所有垃圾 我們都不要 所有破壞我們的生命 我們都不要 多謝天父祈禱 奉耶穌命 阿門 大家一起說 說回我們那句話 在頭講這個主題 早知如止 悔不當初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 我們千萬不要 早知如止 悔不當初 我們現在知道 就不好 以後就是這樣 尤其 their одно 愛 模仿